制冷金属片 越来越多水份黏上去 因为它已经很冷 这一刻感觉到 是很凉快的 是一种冰感的凉快 各位 你们好 又是这部直播网购 为大家讲讲新产品 严谅夏日的日子已经到了 虽然是五六月的感觉 就好像夏天最热那时一样 今日我们就为大家带来 一个可以制冷的小风扇 首先我们看看它的高度是有多少 我们先把制冷消风扇放直 它是可以坐桌式的 坐桌式打斜摆的话 它大约高度是接近大约17cm 大约16cm 最阔的位置大约5cm 正面只有一个按键 侧面有一个Type-C插头 底是一个平的 有一个软胶的扇 用来被它坐在这里 而这个圈 除了可以被它坐在一张桌上吹之外 还可以勾在大家的手袋上 或者用绳都可以 因为这个圈 是一个扣位的 它有一度二度 我们所说的一档二档 它在一档二档的情况下 它都是只是出风 而第三档就是第三度 就是制冷再加出风 在一档的情况下 它可以吹大约5小时 二档的情况下 大约3小时 而三档的话 它制冷再加风 就吹大约1.5小时 我们现在就开着它看看 这个是第一档 我们按第二档 风扇的风声比较大声 从凉风来说 风的效果大了很多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它按第三档 的制冷方式是怎样 突然间风势 就小了很多 但是接着大家可以看到 金属片上面的 现象开始 发生了 就因为金属片 开始制冷 而在空间里面的水气 慢慢积聚上去 在这一刻来说 它因为制冷了 再加上微风打出来 大家可以在 酷热的天气里面 感受到它是 有寒气的打出效果 是令到大家可以 降温得更加舒服的 制冷金属片 越来越多水分 黏上去 因为它已经很冷 而这一刻 感觉到 是很凉快的 是一种冰感的凉快 但是在这种情况 我会建议大家 将它放在皮肤 比较近 大约5cm距离 去感受一下凉快 不要让它 将所有凉气打在空间里面 我们现在看看 究竟 在金属片上 大家看到的 是否真的 是水点 来的呢 我这张纸巾上 已经濕透了 而我手放在它 真的很凉快 好了 今天的产品 暂时介绍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看 希望大家会满意 我们这道直播 网站为大家介绍的产品 若果喜欢我们的产品介绍 希望大家会在我们 YouTube Channel Facebook里面 like我们 share我们 subscribe我们 有你们的支持 我们会找更加多产品 为大家介绍 拜拜